陈平平是庆余年中的核心角色之一 在剧中她有很多身份 既是手眼通天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检察院长 又是庆帝的左膀右臂 她对范贤来说一师一友 暗中护她多年 并且还对她的母亲叶青梅情根深重 这里的情无关男女而是知己 但你肯定不知道 陈平平原名陈武长 年轻时是个宫廷小太监 宫里把她派去陈王府监视当年的庆帝 但她不好好做卧底 因为当时的少年庆帝对她非常好 对陈平平有知欲之恩 陈平平本心从来不坏 她打小就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于是她反水了 向庆帝表明了自己的间谍身份 并且对着王府宣誓效忠 也算是初步画了立场 如果说什么时光最无忧无虑 那必然是当年 范贤陈平平庆帝三人 一起成长玩耍的日子了 陈平平把庆帝当兄弟 恩人 主子 但庆帝从来没觉得他们真平等过 她只把陈平平当奴才 直到后来一个心怀天下的女人出现 陈平平才尝到什么是真正的尊重 这个女人来自上个文明 她是通过科技手段保留下来的幸存者 名叫叶青梅 接受现代教育的她 发自内心的觉得 人与人之间不分高低贵贱 并且渴望着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 叶青梅把陈平平当朋友 这份深情厚意让陈平平心生敬意 并立下誓言要用一生去守护叶青梅 而在叶青梅的鼎力相助下 陈平平犹如破茧成蝶 从一个小太监跃升为检察院院长 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后来陈平平因为跨境抓萧恩 双腿报销 叶青梅就给陈平平的轮椅上 装了两把线弹枪 希望她在危机时候用来保护自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清天下虚眉的女人 居然在庆帝登上王位后在生产时遭暗杀而死 那夜陈平平发疯的一样杀人 人头摆出去几里地 整个京城都血流成河 虽然直接动手害叶青梅的人 陈平平已经清除了 但她觉得这背后一定另有推手 于是在那天之后 陈平平的人生只剩下两个目标 第一保护叶青梅的儿子 第二为叶青梅报仇 最终她不断的暗中调查锁定了凶手 庆帝 庆帝恐惧叶青梅的力量 恐惧她威胁自己的统治 然后就趁着她最虚弱的时期 设了个局 亲手下令杀死了自己的女人 陈平平虽知道了一切 却并不方便做什么 她半军多年看惯了皇权政治斗争 自己也知道庆帝心机之身 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于是她折服下来 将复仇的愿望寄托在范贤身上 她用所有的资源保护与培养范贤 并慢慢向范贤揭露当年她母亲的死亡真相 她要把庆帝逼到众叛亲敌 直到孤家寡人 然后再让她死在叶青梅儿子的手上 陈平平也在夹缝中悄悄扩张自己的势力 她培养了足有四千余人的黑旗 又把监察院变成了她的个人特务机构 陈平平将范贤拉入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逐渐将自己的人脉与权力移交给范贤 在后续 这些人将成为范贤对抗皇权的友谊助理 陈平平第一次对庆帝下手是玄空庙事件 但她其实也没真想着能刺杀成功 这次刺杀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探一探庆帝的虚实 为后面的行动做准备 二是让范贤露了头 范贤若护驾了庆帝 必然是狠给印象分的 这也能与陈平平划清界限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结果范贤在追杀影子时 不小心真奇一出 还被影子刺了一件 差点就凉了 还好范若若经过五族训练 习得了外科相关知识 给范贤做了手术 救了她一命 在这次事件中 范贤经脉禁断 也算是遭受了一个严重危机 陈平平虽然一直在保护范贤 但她实际上 并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她作为暗夜之王 特务头子 狠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有点不达目的 恃不罢休的意思了 这就不得不提第二次自杀 范贤作为钦差下江南 还没到京城 车队就被军用弓弩袭击 这袭击一点也没放水 就是奔着要命去的 范贤和影子 自然不能躺平挨打 一番搏斗后 范贤随行的 监察院精英死伤惨重 但这其实也不是单纯的刺杀 而是陈平平设的一个局 这群刺客 是庆国军方势力 秦家指使的 原来秦家也参与了 当年刺杀叶青梅的事件 但由于隐藏的不错 庆帝并不知道 还有秦家的参与 就着这个信息差 陈平平就开始吹耳旁风 他告诉秦家 其实你早就暴露了 庆帝知道了 你当年做的那些事 真打算对你们下手 秦家一听就急了 立马站对了长公主势力 而且还立马急着暗杀范贤 也就坐实了他的心虚 当年叶青梅之死 确实也有他们的手笔 陈平平为了让秦家露馅 不惜用范贤生命作耳 就连手底下人的性命 也卷了进去 作为高位者 确实有狠劲 只是苦了范贤 一会被自己人刺杀 一会被反派刺杀 后来陈平平为推动大东山事件 设计给太子与长公主服下了药 二人云雨之时被庆帝发现 庆帝震怒 也就顺理成章 让庆帝与太子 长公主等人站到了对立面 他又派人进宫行刺四皇子 就是为了让庆帝与所有亲人 彻底决裂 真正成为孤家寡人 在大东山事件中 陈平平命建察院所有势力兼默 在二皇子长公主逼宫谋反 范贤与大皇子死守京都时 陈平平置之不理 静观其变 他想逼庆帝杀死太子和长公主 这是一招险棋 此时过后回过未来的庆帝 也发现了陈平平的异心 他架空了陈平平 并让范贤成为了检察院院长 但庆帝依旧没急着杀他 因为就算庆帝把陈平平当狗 也是养了许久的家犬 说要杀暂时还不太舍得 然而就在陈平平归乡的路上 庆帝越想越不对劲 他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陈平平背起他 在这里庆帝也做了一个举 为的就是让陈平平乖乖回宫 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 陈平平途经达州时 看到朝廷派人正在抓高达 这个高达是何许人也 其实就是范贤身边的一个亲卫 这人也不是很重要 只是他曾经目睹了 大东山的宗师之战 算是有了一个非死不可的理由 庆帝想让高达死 就派人来抓 并且还下了圣旨 明令高达是朝廷侵犯 任何人都不得阻拦抓捕 否则以同罪论处 庆帝此举实际上也是在考验陈平平 考验他究竟敢不敢抗自己的旨 如果明知抗制会死在京都 不抗制就能告老还乡 傻子都能明白的事 他很好奇陈平平会怎么选 结果陈平平当然是选择违逆他 这个时候庆帝的后手出现 一群三千余人的铁骑 将几人围了起来 领头的是军方的一个人 名为史飞 按庆帝原有的安排 那是除了陈平平外 全都杀了一个不留 但陈平平不愿意 他的意思是 带我一个人走就行 放过其他人 于是他就开始和史飞谈判 但光动嘴皮子没说服力 直到四周埋伏的 陈平平的人出现后 史飞才服了软 其实在这里可以看出 陈平平本来是可以不用去送死的 他甚至想不回去 还真就不用回去 检察院四千黑旗不是吃素的 不想让老领导被带走 是非常容易的事 但此时不宜再起纷争 陈平平要求黑旗首领金歌 必须把这四千黑旗交给范贤 并且不可以与军队起冲突 哪怕到最后关头 陈平平还是在试图给范贤铺路 虽然我们说过 陈平平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 有时候会殃及部下 但他在大多数时间 对待部下还是很不错的 更别提他对黑旗里的许多人 都有救命之恩 知愈之恩 再造之恩 这些人虽不愤 但到底还是含泪接受了安排 王启年也在这群人里 一瞧到苗头部队 立马就去东夷城搬救兵找范贤 他那边还在求救的路上 陈平平已经回到京都了 检察院众人都知道老领导会是个什么命运 基本就是死局 于是暗中谋划着造反救他 但陈平平何许人也 他看穿一切 反倒叮嘱众人不要惹事 并安抚颜兵云 叫他无论如何都要忍耐 大概对于陈平平来说 与庆帝最后对峙 是他自己的个体 在这种前提下 他并不想将整个检察院都卷进来陪葬 他既然选择了回来 那必然就是不畏死 而且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死 斩断范贤心中对庆帝最后的感情 但实际上 最后发生的事要远超他的想象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庆帝的书房里 陈平平开门见山 直接就挑明了当年叶庆梅知死的真相 言语间也不负以往的尊敬 也真没给庆帝留脸 庆帝起初仍在说一些什么 为国为民不得已而为之的虚话 到后面终究还是恼羞成怒 他一个君主 怎能被一个阉人质问 君臣何在 颜面何存 陈平平不惧不怕 依旧平静地指出着 他的冷血与自私 庆帝终于发作 怒斥陈平平谋害离间皇室血脉 在这里 陈平平又揭露了一个庆帝的黑暗面 确实有点震碎三观 陈平平说 庆帝之所以对长公主与太子之事如此愤怒 是因为庆帝其实也寄予自己的妹妹 只不过碍于颜面没那么去做 太子做了庆帝不敢做的事 所以庆帝才如此失态 这里庆帝也没反驳 反倒是开始发火 有种被戳中了无能狂怒的感觉 他立刻马上就想杀死陈平平 不想再从他那张狗嘴里 听到激怒自己的话 结果没想到 陈平平寄出了一把线弹枪 这玩意儿还是当年 叶青梅赠予他的防身武器 但庆帝倒还是大宗师 怎么可能一枪打死 庆帝怒急也彻底不顾就情了 他列举出陈平平几大罪状 并召告天下 要将其在五门外灵池 三万六千刀而死 不过在这里庆帝也是受了重伤的 范若若进攻为庆帝做了外科手术 也算是救了他一命 另一边 王启年终于与范贤碰头 范贤得知此事后 一路昼夜不休 快马加鞭 终于冲到了刑场 只是为时已晚 陈平平已被刑刑 七日能指小儿夜提的检查院长 如今在雨夜中被刮得白骨森森 陈平平匍匐在地 不着寸侣 虽然他为之自卑的患处 也暴露在围观百姓面前 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可言 庆帝虽重伤未愈 却依旧坚持来看陈平平行刑 其实感觉他也是有一点恶趣味的 你陈平平曾经权倾天下 风头无两如何 大权在握如何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如何 到底还是我手下的一只狗 冒犯了主子就要付出代价 你好用 朕就屈尊用你 不好用 朕就活寡了你 对天子而言 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人情世故 君臣之间就是君要臣死 臣就得磕着头 谢恩乖乖赴死 范贤闯入刑场后 看到的就是如此凄凉的场景 他先是退下一屋 盖上了陈平平赤裸的双腿 然后哭着问他 为何不等自己回来 陈平平最后笑了笑 只问了范贤一个问题 那就是 叶青梅留下的箱子里 究竟装了什么东西 范贤说是一把枪 陈平平回答他说 那玩意儿我也有 然后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里的枪 其实是一种暗示 用作者猫腻的话说就是 陈平平虽然是个阉人 但他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简单的人 一个有枪的真男人 这个男人最后死在了范贤怀里 范贤难以接受 哀痛大哭 也正是陈平平之死 让范贤彻底与庆帝决裂 展开对决 然后才有了后续剧情中 一次次精彩的交手 回望陈平平的一生 不得不说 他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他出身微寒 是个为世人所不齿的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却也是一个不畏强权的殉道者 他重视有意 以成待人 身上背负着厚重的使命感 他的观念 也与叶青梅天下大同的目标 不谋而合 可以说 陈平平是一个相当有个人魅力 并且有格局的人 他的存在 唤醒了范贤的使命感 也把整个故事 逐步推向真正的高潮 好 好